桥头也是一种很普遍的食材 那样的食材在吃的情况下 全是拥有一些非常好方式 但是在对桥头挑选的情况下 需要先掌握他的制作方法 桥头炒着吃是非常好之选 那样的做法 促使他在口味上十分非常好 并且吃的情况下 对人体都没有一切的危害 那桥头的作用都有什么呢 很多人对桥头的作用并不太清晰 他的作用也是拥有许多层面 比如他对推动身体消化吸收的拥有 非常好实际效果 并且吃这种食材 对身心健康也不会有一切的危害的 桥头的功效和作用 移住消化 有利于胃液的代谢和食物的消化 一再医治饮食搭配食质症 二指偶消矮 降胃气 调肠胃 三合胃 养胃 治疗胃寒症 四健脾胃 适用脾须失困 消化吸收法力引发的晚腹胀满 大便糖蟹 食欲不佳 知卷困乏等症 五安神助眠除凡 碳水化合物化合物 能够补充人的大脑耗费的葡萄糖 减轻头部葡萄糖 供奉不够而出现的疲倦 爱生气 头昏 失眠 夜间出汗 专注力松散 记忆减退 及其口干 消沉 化混乱 乃至产生幻觉 腌制桥头的做法 一 桥头用清水浸泡几分钟 然后洗干净 洗掉泥土即可 其他都不要弄掉 二 900克盐溶于冷水 最好套上一次性水套搅拌加速融化 三 桥头放进玻璃瓶后 再把盐水倒进玻璃瓶里 盐水盖过桥头 此时你会发现桥头浮起来了 不要着急 没关系的 最后盖上盖子 四 腌制时间要二三个月 过了二三个月后 吃多少拿多少 记住不能马上就吃哦 五 我们要把桥头放水里浸泡几天 去咸味 怎么知道浸泡好了呢 包一个尝尝 如果咸 再浸泡一下即可 六 浸泡好后 我们给桥头没美容 去掉外面那层 再整理成你想要的样子 简单的说 跟外面卖的一样 再放冷开水里过一下 最后冷开水里浸泡一天左右 拌上糖和醋就可以开吃了 好